藤森 运动员 孙宏贵 赵若藤 现在比赛开始 预备 3 2 1 开始 赵若藤获得开球选择权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 观看2018乔市中市台球国际大师赛 江西休水战 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上午好 我是苏星源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张庆永 上午好 苏你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准备上场冲球的 来自吉林的女球手赵若彤 对阵屏幕左侧 来自河北的球手孙宏瑞 对 比赛采用17局9胜 10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的赛制 由于是男选手对女选手 那么女选手全场比赛 受让后一球 对 这一上来这个开球啊 还是有点吓人啊 中待见两颗 而且在冲球的环节呢 因为考虑到这个性别的差异 女选手是开球三球过线即可 在今天上午的比赛 唐春晓也是大比分战胜了5号 对 也显示出了现在女子球员的这个能力啊 也在逐步的往上提升 是的 那么又回到了我们在这两天谈那话题 是不是这个职业球员里边具备让女子职业球员 后面一科的能力 我觉得啊 可以用时间来去看一下 直到某一段的这个时间段 很长的一段时间段里边 如果能有女子统治这一项赛事 很久才会取消或者更改 后一这样的一个赛制 我觉得 就是当女子球员形成了集团军的优势的时候 就是能看到确实是没有办法再去 用这种规则 或者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具备独立 成立女子赛事 对 成规模了 而且女子球员可能报名也会有百八十人 对 对吧 中弹 白球往上走 再下来 6号继续 这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像屏幕的右边 轻推是可能不太会理得近 那么还需要 再弹右边边扣再往起来 这样的话白球跟下面的球会较得稍微近一点 如果不强球的话 就可能就是低杆轻尽一点了 还是高杆 太多了 这个就是走的 太重 又没有交到4 好 孙后瑞 也是前Snowker球员 是 这个马甲应该是新做的 很漂亮 确实 后背的这个纹路 非常好看 而且他本人也在长期健身 对 后背倒三角 所以说整个这个马甲的图案撑得更开 露了一个长台 四号球 黄衣还是有角度啊 不算很直 八号球左边底带 再过来看一看 有轻功就是轻轻打进即可 没有的话还需要用中低杆横向的去 叫八号相反的底带 打得太薄 这个总统 再继续 白球横向走 登上去 这个力量有点大 走太多了 力量太大 强行薄 位置还是非常不好 准度调回来 继续 左上角底带 利用高端就可以推左边扣再过来 左边的中带 看力量 变成了一个底带球 还可以进攻 左下角 轻轻打地干 第一局 孙宏瑞胜 比分 1比0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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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孙宏睿的出肝质量很高啊 基本肝法的成功率 非常好 上一盘其实 赵若彤后面给的孙宏睿特别多的机会 孙宏睿也是 没有较得特别好 有个别球的白球位置也没有较好 靠准度给调回来了 可能上TV台双方都有一些紧 这一K 地带还有吗 感觉太危险了 带点优散 轻轻搓 从咱们这个角度看 感觉十三很勉强 但是孙宏睿的肢体语言感觉 足够 足够 所以从这个道德经来讲的话 真假 我们不能用眼睛去判断 对 所以说从自古以来都是眼见为实 没有说眼见为真的 一样 你的眼睛可能会欺骗你 对 尤其是一些角度不同的情况下 第二局 孙宏睿胜 一分二比零 开球心态 谢谢 感谢观看 第三局 赵若彤看球 赵若彤看球 最好能够先去做四号球 您做到 其实这个位置 四号如果左下有抵达要爬 我可以尝试 是 不过从哪一程度来说 有简单的可以先过渡 不要给自己提前增加一些难度 那其实 现在可以重新再组织 一可以衔接四 二可以衔接七 这几组球 看角度向上的话 最好是另用中 离开 不要去撞 这个球如果你要撞一下的话 还需要用其他球再来衔接 而且这八号球向屏幕的左边上方走 要给自己的六号球 造成一些困难 还是带了一个 带完之后 这个八更不好打了 角度要大 就可以顶一下十二 角度要小的话 推过去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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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验 自己的低肝能力 看打三 要不要回去做六 如果你打六 高肝 借14号 左侧薄边 从下方再上去 或者低肝 往回借薄边 这有点 太勉强了 这缝隙连看都没看 这球 这一关 算是找回了 第三局 孙宏瑞胜 一分三比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局 孙宏瑞开球 第四局 孙宏瑞开球 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上来 孙宏瑞也是拿了三分 轻推 顶下15号 小球还可以进攻 这半球单次的主要难念还在于 6号跟红三之间的一个先进 还有后面的黑八 从现在的一个位置来判断 8号球没有带到 肯定是想轻轻地撞一下薄边 然后8号左边中带够下 那么现在的话 右边4号球有机会可以去解决 3号球的问题 然后后面其实黑八是可以用 2号球向屏幕的左上方 去叫8号 这根4号球K9也是关键 没带到 刚好是从缝隙中间出来 再看看6号还能打吗 能打的话还有机会 再去过渡 为自己的走位失误 来买单 再就冲起来 两颗泻力 从我们现在目测的这个角度来看 干法打得低一点 主球有机会 横到8号球左侧 但是需要敲干尾 打出低干的效果 还是不够啊 还是不够啊 对于这次的角度来看 我们下来看 转发 我们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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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如同绝佳机会 非常好的一个散盘 8号球还在中代的附近 下面4个球上面15不用管 然后留1颗球 比如现在12下来先把14跟10号球打掉 由11去交给8都是可以的 10号14 11 这球如果想要叫同代 还需要带一些右赛高杆 没太敢用 薄球的8号 小心白球不要掉左上角底带 第四局 赵若同胜 比分1比3 赵若同胜 第五局 赵若同开球 第五局 第五局 第一货 第二货 也是抓住了孙尔瑞 前面一个进攻上的 一个阻位失误 打下一分 这一盘也是好机会 10秒 上来先叫15 角度合适 继续利用低杆往屏幕的下方直线走 下方10号 11左边中带都可以去叫 这一盘里面后面还是一个 跟K8之间衔接的问题 也就是说最好的效果 就用14叫8 小肉桶也是在看 后面的一个8号球 用14来去衔接 放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角度 10号球现在如果 还是一点点向下角度 继续用低杆往回推一点点 叫11 直接下来了 这个位置 不算很好 因为你提前如果把14打掉的话 还是要打12号 从下面再绕 而且7号球封住了你右边中带 绝大部分的包球的线 对 你进攻的位置被打入了很大一部分 最好效果就是刚才打完11下来 用12打进 然后直接推14右边中带 就是较直 那就可以把它左上角 对 是一个最好的间接线路 提前将14打掉 下面12号还需要绕球台 推上来 左边11 没法用低杆 高杆往左边推 小心 5号球 容易形成一个斯诺克 凉库 总之这一盘 直接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我觉得还是没有想清楚 它的准度和白球的基本到位能力 应该是具备的 就是前面没有想清楚 后面用哪颗去衔接 然后可以把前面的哪颗 都怎么去打 也就是我们常手的判断上出了问题 孙虎瑞是打得很开放 直接给你留了一个11 然后右下方的话 12号的薄片能看得到做防守 赵如同如果这盘球打11 是没有太大把握 叫到一个很好的12号 可以打12号的下方薄片 轻轻打 然后做防守 轻轻轻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样的话 郑重下怀 血干球不光没打进 并且将八号球打活了 现在这个球形 五号七号一号 都可以形成天然的屏障 发色球很被动 先去做边库的四号球 用五号球上去 六七七去衔接八号 角度合适的话 其实做七角度合适 都可以把八号球勾出来 最差也都可以单做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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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了一个激励 去干球还是不太好打 再来看孙宏瑞 白球做防守 小心不要吊带 还好 看六号球 还是继续防 继续看左边的十三号 上面十一基本上看不到 同样道理 主要就是防六号 这个还是漏了 这个是漏了 这个是防守 这个是防守 这枪位 就是防守 不是先碰着裤 然后 它勾到食材后 是吧 嗯 感觉 有后时间要迟到 你停一下给你看一下 我赶回来 刚刚刚在这没看到我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进攻 但是这个位置高端向上的话要小心11号 走两裤头可以逐来叫8和右边中带 但低端直接向下是有很大可能性 叫8容易叫成其他带口的 等于要低端上去做一些调整 还是装枯过来 没问题 第五局 孙宏瑞胜 一分四比一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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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局 孙宏瑞开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盘球 现在也是孙宏瑞 4比1领先 能看到其实在这几班里边 赵儿童还是有上手的机会 是 完全是在整体的思路上 包括白球到位上抽烟一些问题 比分落后 把一个优势没有转为胜势 大胆一点都不用去考虑试验 直接9交15 然后再调黑8 外打低一点 做一个打15 白球可以盘顶裤 做半号球同代这么一个想法 或者做中代都可以 这个球其实是两个球 你看角度 哪个你觉得你把握最大 你就叫哪个 哪一个你白球控制能力强 你就叫哪个位 平时玩可能就表演一下 旋律的干法 比赛就最简单实用 拿下比分 这是硬道理 应该是想要较右边的中代 但是干法是不太够高 就是这个分离脚的判断上 小的差别 第六局 赵柔同胜 一分二比四 在训练场 在职业赛场 以球员反馈 制定盈克标准 业大球赛 专注黑霸 赢家选择 第七局 赵柔同胜 第七局 动胜 指 Beat ة 下 雷 感谢观看 选球环节 投球杆尾手加加高 不要碰球 中带打进 这位置来看9号 还有没有救急进攻 这边 二号球附近的花子球 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的下球点 这一带 再看中带 但是你只有一颗球是作为减掉的 所以说5号附近的11号跟2号球附近的另外一个15号球 必须要有一个球要先打掉 还在看这个白球位 那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太轻了 太轻了 看白球 再走 再走 这个位置 感觉上还是有的打 相当好的一带白球位 中取可以利用低竿再取教13的中带 刚好不要很低发力 变成了底带 这个距离也比较近 底竿轻轻打 不要连接 再走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包边 终于能够放到11号下方 但是这个角度和11号跟边库的距离还是不太好放到里面 我认为还是勾一杆 勾下面那颗球 勾13 这样就先把勾好一点还有带口球可以打 现在还是等着对方 六号球 中弹 有人没打击 有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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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安漏了 我觉得这个球可以打11号球保球传 正常打13往上走是把我叫黑巴的 打11号球 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带一点点左材高杆 向右边黑巴的里面去搅 看效果 最先把底带可以打 有的比 谢谢 十二号球有宝可以先打红三 导尖低肝往回退 然后利用四号球衔接 下方的六号球最难的一颗 上面五号可以跟右边的七号中带 作为衔接球 我这边送后 又是中带球失误了 看看赵若彤 我这边是中带球失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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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孙芳瑞非常好的一个防守的机会 看赵志同有没有 勾右边中带的一个想法 或者勾底带 右上方的顶带 是 能看到吗 能看到直接打 五号球 右边底带 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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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杆就是打薄 右上方底带 来看赵若彤的一个准度 赵若彤是1分3比4 轻推 第八局 太球实际 太球实际 比赛实际也过半 轻推 孙宏瑞在领先之后 后面那几盘打得有点感觉绷不住 这个球实际上有点莫莫其妙 带口球都有点打不进去了 可能还是因为 也到自己京东的一个节奏跟状态吧 他本身球风是有点偏快的 然后再加上今天的比赛 对于两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迎球的一方晋级 输球的一方告别 都想严谨一些 很顺重 压力也比较大 毕竟大老远来的 谁都不想过早的就告别比赛 是的 而且前面一场比赛 女子球员也是获胜了 是 能理解 现在在咱们这个 总裁球圈里吧 咱们打比赛的这些球员里边 很流行一个想法 特别喜欢碰国外球员 对 然后不想碰国内的女子球员 这个就是这种现状 老觉得跟这些女子球员打 然后一 大家通常有些球员都会说 诶 平打可能还不太容易会影 就是个别一些球员 明白 然后 特别想碰国外球员 有机会可以上TV台 然后呢 国外如果你碰到一些 可能水平不太高的 是 还有机会可以打出一些非常精彩的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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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球 差一点点掉带 那么现在右边上方15号底带 右边中带的13 有机会可以吃酷 将11号球勾出来 看看效果 看看运气 还能打14 那 成台12号球 一点点滴肝 得打出信心啊 好 刹路 既然 unless 的 绝密 能 household 谈 téc 手 � 谢谢大家 两颗中带选一颗 把黑巴这边敲一下 我还是觉得这个球 正常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打6号去 10秒 更好一点 因为黄一刚好是在中带下方 然后这个位置前击更合适 但如果说你现在用黄一持库来勾 8号球 还要打6从上往下 再来叫黑巴 这杆球如果要带黑巴 一定要带正 或者带到黑巴的上面 不能往下 带到下边的11号那个位置 有可能被坐住了 还行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你上去再下来 可以的话带一些左塞高杆 这样的话 白球跟黑巴的角度会更合适 不然的话 正常打上去再下来 是在6号球前在右边的一个位置 没强球 那这个 准度吧 对 这8是有难度的 第八局 赵若同胜 1分4比4 好 2分4比4 三分4比4 第九句 赵若彤开修 第九句 赵若彤 第九句 赵若彤 双方现在在前面第一阶段 最后一盘球 第九盘球 我们现在是打上了一个平局 各打了四局好球 都有失误 孙虎彤4比1领先了之后 突然间就开始失误 进攻的火力压火了 然后准度上 白球到位上都出问题了 而且从刚才那一干出干 以及他镜头给到特写来看 现在孙虎彤心里面 他有着急 有点急躁 所以 九局一个暂停 我们是 看能不能他后面调整一下 从实力上 全方位考量来看 孙虎瑞还是占上风的 让后一也占上风 对 如果你心态着急了 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在 可能我手段不好 这么一个现实 老是还是去拼 那我觉得他出掉比赛的可能性 会很大呢 是的 等于你把对手的手段培养起来 对的 而现在赵若彤 其实打到这个环节来说 我觉得他应该把自己的 整体的白球到位率提高 他这个思考的节奏 或者是正常出干 击打的节奏还是不错的 完全在于判断上 或者是选球上 一些思路上出现了一些细节问题 所以这球有些时候打起来比较难 那这个是没到位 不好打好 左下方五号球 拼一杆抵带 然后双方两个抵带 八号右边抵带 因为现在你强行薄二号的话 你这个力是要收着打的 甚至于说你是不是要带一点点低杆 顶下右边边扣的十五号球 那就让白球停住 或者在十五号就下方 弹库出来带一点点低杆减速的效果 顶到了 中态还有吗 又多了 那么这个五号球来看一看 还需要准度下中低杆弹边哭过来叫中态 还需要准度下中低杆弹边哭过来叫中态 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这颗球明显在力量上就感觉到 赵如同一个手 就是保守 这颗球打不坚决 出问题了 这颗球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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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来看一下中带 感谢观看 中带 底带中带 然后8号球右边底带 出去地干拉 右边可以走两脚 走两脚 离中心更近 又没敢打 感觉他的压力很大 大门一干打的时候 感谢观看 看样子应该是5比4 赵若彤领先进入到一个暂停阶段 第九局 赵若彤胜 一分5比4 官方暂停10分钟 关放暂停10分钟 以下继继续 第10局 孙宏瑞还就 我们下继继续 感谢观看 十秒 看双方12号 还是有的下 本场比赛也是我们本次分战在第二阶段的比赛 在稍后的中午一点钟 还会有最后第二阶段一轮次的比赛 在今天的下午3点30分 将进行第三阶段的抽签仪式 对 到时候我们前十六的种子选手 大家耳熟能详的 郑宇波 杨帆 张坤鹏他们 王云 都将西数的亮相 在今天的下午4点半 4点30分 以及晚间的7点30分 将进行本次分战赛第三阶段 64进32 双败淘汰的比赛 今天依旧是五个轮次比赛 对的 请大家合理的安排好观赛时间 刚好有角度 对 利用低竿向屏幕左边去走 叫十一 同带 角度合适 叫中带好了 第十句 孙宏瑞胜 一分无比五 开球青台 嗯 角度合适 老公 悄适 不代 poi 替 攻际 没 第十一节 赵若彤开修 这盘冲球的效果非常好 上手就要拼 十一号还好 但是五号球从上往下 这个白球有可能会不受控 撞到其他球改变你原来要的位置 中带 危险 那现在确实来看一下那个位置 出竿是有一点点别扭 而且右边要平六号 这个位置可真是考验人 一旦你擦球擦不好 把球吊带可就坏了 那么右边中带 稍稍给点力量 两刀三库叫三同带 还是收 还要再来 而且不能轻推 轻推肯定是斯诺克 七档十 十档一 必须还要再弹回来 теп死 3 4 5 9 7 床台打进一颗 左边还有中带 双方 可以利用11号向下再来过渡 直接就是奔着14号 下方抵带 大概这个中线 或者中线往下一点点靠左 来去叫就好了 这个角度可以先做15了 做15白球一个向下的角度 可以 打得过于复杂了 又出事了 看缝隙中间 12缝隙中间 这个15号球 能不能看到 靠不到的话需要挑干了 10秒 10秒 白球 还是斯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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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就没有 没有 是把一个开放的局面打得很被动 而且现在双方的比赛进程啊 很有可能在比赛时间结束之前啊 打不了全盘 比赛是17局9胜 现在是平抢4 是没有 感谢观看 有把握可以打红三 对 不用再想着防守了 他我觉得是不是觉得这个二奥球因为太近 所以好薄 然后可以打薄边 白球走两口再继续叫 或者你下来都可以 因为下面刚好是有七 力量 确实这个球叫三是要收着打的 不太好空力 打三打二下来七八就完了 不用这么费劲去 主要我觉得还是运动员当时的经济状态 或者他 打那个更把握一点点 先求进 先打进 又是向上的角度 这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这得懂得变通当中 就像之前张志导说的 段位高的球员 不是只有这六个 不是只有这两 前两个代口 不是只有这一个代口 你有六个代口可以去选择 而且如果 再高级一点的球员 这一个代口 是可以同时进一到 一个以上球的 不是说你只有一个进球点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代口 没有一个 它一个以上进球点 有很多 包括一些借力下等等 之前说过那五分点 我得有的打厚一点 打薄一点 是一局 都可以练 一分六比五 感谢五分点 第12句 孙宏任开球 上手一个组合 左上角 其实孙宏任这位球员还是一个节奏型的球员 他喜欢那种 我打顺了非常快 大翻角 带低竿横向走 11 而且我感觉今天的孙宏任是有一些 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节奏 对 而且在后面的时候 无形 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给他 能不能尽快的释放出去 底带10号球上来叫14 再往上角 右边的12 左边黑8 这个球可以大一点 类似于焊网这个位置叫 然后再往右边多一点点 中文代中文代中文代的 第12局 孙宏瑞胜 比分6比6 开球星台 是我的眼 带我看球房的一切 手机实时查账 开台状态 一目了然 明细清单 想查就查 可一操作即时推送 手机管球房 就选优管家 淘宝搜索 优泽记队系统 第13局 赵若彤开始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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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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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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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问题,要直 没问题,要直 如果角度比较大的话 可以白球走一两裤都可以,左边边裤,右边边裤 不用强制 能接受 第三句,孙宏瑞胜,一分七比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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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14局 孙宏瑞开球 开球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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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反复看 7号跟10号标的关系 10秒 5 4 3 这东环玉 这个我们 孙宏瑞啊 这位球员 今天这个比赛里边 我感觉真的是有点失常 要是在选球阶段 出现进攻失误 本身以他以前练斯诺克的功底 就算是现在用于波斯干 准度还是没有问题 反过来看赵苏彤 这一杆打的也很坚决 右边13 来球不需要往下走 很多 左边刚好14 前阶15号 上方的11号 两面中带都有 右边最差有接力 左边肯定没有问题 9号球上方两个地带都是有下 下面的花球打完之后 8号球在后面的一个带口选择 也是更好选 这一带角度向下 小冬下面再弹口往上叫 现在这个位置最好的走位线路 就是从下直下直上 贴着这个黄仪的右边往上走 多一点点的9号右上角 少一点的11右边中带 正常高杆不需要下散 太薄了 这样的话白球角度变大了 再厚一点 它应该在黄仪的左右范围 这一带 再来看看10号球 它位置应该还是有的打 没有吗 那叫拼11了 而且要小心 肘部下边 不要碰球 下地杆横向走 还是轻推 这个就打得太保守了 所以我也别连机 轻轻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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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前的几局比赛当中 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白球防到红三里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是停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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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感谢观看 前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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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